中国知名艺人吴亦凡本月初卷入性丑闻风波 该事件持续延烧引起了官方关注 综合媒体报道 中国网红爆料吴亦凡选飞是右肩未成年 吴亦凡在19号透过工作室 在紧急地发出的10点声明澄清 反控对方威胁索讨800万元人民币 但是相关的说法却一一被网友抓漏洞打脸 另外爆料的网红都美竹并非是唯一出面控诉吴亦凡的女性 中国女性张丹三也在19号对外透露 吴亦凡曾经对他说出 疑似喜欢的女生就要上的狂妄发言 还试图一口喂他吃鸡皮 相关行径相当夸张 而本世界延烧已经引起官方关注 中国文化部主管的中国演出行业协会 先是在官方微波表态 演艺人员是社会文化价值观念传播的重要主体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道德自律委员会 始终保持高度关注 无论法律制裁还是自律惩戒都需要依据事实 不能仅凭网络爆料 虽然全文并没有指名吴亦凡 但舆论认为此片发言就是指当前最热门的事件 另外贴文中一句 不能仅凭网络爆料也引发了民怨 中国官媒半月谈则是对此事发文称 民心亦得约束需要加益到制度所 中国《妇女报》则批评 其不修私德 人身必难行稳致远 这是铁律 央视网则是直接的在微博点名吴亦凡 称 亦先做人 做人得为先 亦人不仅是职业 更肩负了社会责任 吴亦凡事件闹成这样 已经不是娱乐八卦 而是一起影响重大的法律案件和公共事件 需要相关部门全面调查 解疑试祸 在各官媒表态以及舆论的压力之下 中国电视剧产业制作协会青年工作委员会 今天下午突然的发通知 表示关于做好猎记忆人风险控制的通知 指出高度关注吴亦凡事件 强调不为失德演员 提供冒头机会 对猎记忆人林容忍 要求正与其合作委员及时止损 停止接触 相关发言 形同是正式的封杀吴亦凡 中国民营房地产龙头企业恒大 去年就爆出了资金困难 后来透过签订战略投资 补充协议 占度难关 但是恒大的负债过高 今年6月份 外媒报道 至少有三家银行紧缩对恒大合计大约460亿元的贷款 虽然恒大否认了 但是信评机构会议和目的都先后地调降其信用评级 近日又传出 恒大遭到银行冻结 连贷使其股价下挫 此公司也受到波及 中央社综合报道 近日中国裁判网的裁判文书解释 广方银行 移兴之行 近日向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申请诉前财产保全 请求冻结恒大专案公司 以新市恒郁置业有限公司 以及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银行存款1.32亿元或查封 扣押其他等财产 无锡中院经查审认为 广发银行以新知行 情况紧急 不立即申请保全 将会使其合法权应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为由 向法院申请诉前财产保全符合法律规定 7号裁定了冻结恒易置业 恒大地产银行存款1.32亿元 或查封扣押其他等财产 另外湖南省邵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14号也发布 当地暂停了恒大蔚来城 以及恒大华府两项建案的网络签约交易 因为监管金额与实际的销售金额不符 存在帐外收存和使用预售资金 及蓄意逃避监管的行为 受到相关消息的影响 恒大相关的多只股票 包括了中国恒大 恒大物业 恒大汽车 恒腾网路 昨天开低走低 今天上午 中国恒大跌波还一度高达了16% 跌至6.91港元 这是2017初以来的最低水平 该公司的物业管理子公司 恒大物业一度重挫8.9% 汽车制造子公司 中国恒大汽车则是一度大跌11% 非洲猪瘟疫情自2018年在中国爆发之后 严重影响中国养猪户 更带动全球的猪肉价格 直到今日 中国都还没能走出非洲猪瘟的影响 路透社报道 业界消息人士还透露 中国北部以及东北部地区 今年较早前还曾爆发新型非洲猪瘟疫情 近日甚至发现了最新的变异病毒株 综合报道 中国农业农村部序幕受一局二级巡视员 新国昌今天表示 中国境内出现了毒性变弱的非洲猪瘟新毒株 潜伏其长 而且短期之内比较难发现 目前中国的非洲猪瘟防控形势还是很复杂的 新国昌指出 非洲猪瘟防控形势仍很复杂的原因 在于非洲猪瘟病毒已经在中国定值 而且病毒很顽强 污染性比较广 至今所有省区都发生过疫情 而且包括投载 运输等等环节都曾检测出病毒 加上中国陆地国界限比较长 使得境外输入的风险较大 他并且坦言 目前中国基层的防疫体系欠缺的还比较多 动物防疫检疫制度落实难度较大 疫情反弹的风险仍然存在 因此在非洲猪瘟防控工作上 也不能有丝毫的松懈和马虎 但是新国昌也强调 中国现在尚未出现非洲猪瘟的区域性爆发流行 整个疫情形势总体是比较平稳的 法国总统马克龙19号参加第五届 法国大洋洲国家领导人峰会 宣称将要创建南太平洋海洋警卫队网路 以对抗掠夺性的行为 外界解读马克龙此举 是要对抗中国的滥捕行为 法广综合报导 马克龙表示 法国与南太平洋岛国将启动 南太平洋海岸警卫队网路 以更好的应对掠夺性行为 并且保护海域 这是南太平洋国家的首要财富 马克龙并且强调 驻扎在新克里多尼亚 以及玻利尼西亚的法国军队 发挥着定性作用 现在首要的问题 是打击在太平洋进行非法捕捞活动 越来越多的外国船只 近来马克龙在走访各国的期间 一直在强调 为了应对中国的海上和军事压力 拥有广阔海域及海外省领土的法国 参与印度太平洋轴行的重要性 马克龙在本次会议后表示 启动南太平洋海岛警卫队网路 有三个主要目标 包括了咨询分享 行动合作以及训练 中央社表示 马克龙在他的最后谈话中 并没有直接点名中国 当被问及这项政策 是否意在于对抗中国的扩张 一名法国总统府顾问只表示道 这项政策的目标是非法捕鱼 这大部分要归咎于民间的非法捕捞 不过路透报道指出 因为中国近海的鱼量越来越少 无论是私人船或商业渔船 为了增加渔获 中国的渔船已经大幅地扩张 其捕捞海域到东南亚水域 而且与南海诸国甚至是阿根廷 发生过争端 华尔街日报在今年4月份的报道也称 中国的捕鱼船队已经远远超过其他国家 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捕鱼船队 外国政府 渔民和保护组织 指责中国船队非法捕鱼 包括使用违禁设备和闯入 其他国家的海域 不仅破坏当地经济 威胁到了包括加拉帕哥斯群岛周围的生态系统 中国渔船进来的非法捕捞行动 让外界认为 马克龙表态组建南太平洋警卫队的主要目标 就是要遏制中国的行为 综合媒体报道 英国国防大臣华勒斯到访美国印太司令部位于夏威夷州的总部 与美国印太司令阿基里诺会面 并且宣布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打击群将会在菲律宾韩域参与联合军事演习 参与该次演习的国家包含了美国 澳洲 法国 日本 新西兰 以及韩国 除此之外 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打击群 预计今年9月会停泊于日本港口 由于该航舰打击群由多艘船舰组成 同时由美国与荷兰的舰艇同行 整体阵容庞大 届时于9月分散停泊于日本的四座军港之内 包含了横须河基地 武赫基地 无基地 以及美国海军佐世保基地 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 以及英国国防大臣华勒斯 预计20号在东京举行的会谈将确认此事 同时英国航母打击群抵达日本之后 计划在日本近海与次卫队及美军展开联合 除了派遣伊丽莎版女王号之外 英国巡逻舰斯佩号以及天马号 下个月底启程前往印太地区永久部署 他们在区内行动期间将会获得澳洲 日本新加坡等等伙伴国家的支援 英国外交大臣拉布则表示 英国航母部署开启了与印太地区盟友 防务合作的新时代 国际政治专家指出 从伊丽莎版女王号首度前往日本 已经派遣特种部队进入南海 显示着英国已经深度的参与南海议题 加上法国核子潜艇爱莫罗德号 与支援舰赛纳号 二月完成在南海的航行 南海等于聚集了北约和亚约国家 联手对中国施压 外界预计 九月的每日奥印四方会谈之后 会有更多针对中国的反制措施出现 随着中国持续扩张军事影响力 邻近国家也加紧戒备扩充军武 国际社会担忧 亚洲国家将会卷入新一轮的军备竞赛 综合报道指出 美国詹姆士马丁禁止扩散研究中心 近日取得商业卫星图 发现在中国甘肃省某处的沙漠地带 有119处工地正在开会 而这些长得几乎一模一样的工地 在特征上与中国现有的弹道飞弹发射设施相同 报道指出 如果中国建成100多个新的飞弹发射机 将代表中国核子武器库的历史性转变 但是也不排除有建造假发射型的可能性 该研究中心东亚禁止核武扩散计划主任 路易斯认为 中国这种大规模建造行动 是中国为了要加强核威慑力可信度所做出的努力 这些建造项目的规模令人难以赤信 中国此番行动引外界担忧 而邻近的南亚大国印度 近日也有新的军事行动 印度斯坦18报道 印度国防研究开发局 对未底成功试射了一枚 能够携带核弹投弹新一太列火批弹导飞弹 在中印边境问题未解的情况下 该次新型飞弹试射 被试做是向中国展现的警讯 除了中印两大国之外 过去一度旁观的亚太地区较小的国家 也开始追随中国和美国的脚步 打造先进长城飞弹库 中央社综合路透报道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桑托罗指出 亚洲的飞弹部署格局正在改变 而且变得很快 中国正在大量制造东风26弹道飞弹 这种多用途武器射程可以达到4000公里 而美国也正在研发 能够在太平洋地区反制中国的新武器 其他亚太国家给予中国带来的安全疑虑 同时希望降低对美国依赖的程度 也在采购或者研发新的自由飞弹 亚洲当前正在陷入危险的军备竞赛